字幕作曲 李宗盛 現在首爾8.9的晚上 總算來到韓國 總算可以找到我老婆 終於出來了 現在是9點3 人們排了很久 移動都很久 現在不管了 又不會去找的士 哪有的士呢 其實坐這個濕路 有驚無險 雖然說很便宜 一折機票 單程不夠水 但真的很擔心 上不了機 在Kanda等了很久 要等到起飛前的半小時 便會叫你的名字 然後給了Ticket 即是國泰A字的ILE 跑到34號站 嘩 其實這個過程我全身濕透了 很累了 明天我們去哪裡 明天我們去拍韓服 我們幾點追身 8點 早安 第二天 昨晚回到酒店超級好睡 現在我們要轉酒店去明洞 其實是一個完全沒有去過首爾的人 是完全不知道哪裏打哪裏的 現在真的好像由東涌去沾沙咀 所以我們也是選擇搭的士 去到明洞再拍照 我們由仁川搭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的的士 應該是我人生以來搭最久的的士 還有最貴最豪的一車 其實貴我又不是覺得貴的 七萬多磅 不過坐了一個半小時 那輛車又夠好 這家就去伊套 因為其實我們今早到這家沒吃過 而這家已經是差不多十一點九 雖然我遲了起來 有很多人說男人來到首爾是會很悶的 那我暫時還未覺得很悶 因為那些東西很新奇 因為我們只是留了幾天 留了幾個小時 暫時還是覺得很新奇 那這裏其實感覺都像日本 你看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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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來這家叫本粥的士 那裏面除了有粥之外 有飯 有些湯飯 那裏面不是很貴的 叫過海鮮粥 好大門 應該是大門 這家裏面就最好 那也是說1200多磅 那就是吃72700 那都是不用100元港幣 可以試一下 嘩 來了一個鮑魚粥 是不是真的有鮑魚的 有啦 蛋蛋都是鮑魚 我們現在進去穿韓服 現在進來的店舖 就是去選一些韓服 這裡 哈哈 好了 這間我就選了我想選的韓服 給大家看看 來到那些地方 我就想在那時候拍分紗照 在衣服 然後就在這裡試試試試試試 然後呢 這家我老婆就在等著設計 設計頭 就應該出去拍照 我們可以把東西帶到 好 這家就有個攝影師哥哥 就帶我們到處走到處拍照 好 真的好似去到處拍照 大哥 好 哈哈 哈哈 我們兩個人 加上一套韓服 加上攝影師 就要15萬磅 拍四十五分鐘 五套衣服就租四個小時 大概為港幣千多元 其實都挺過癮的 可以到處逛 而且進去的工其實挺漂亮的 很有韓國色彩 我覺得 好了 現在我們去哪裡 我們去露梁津 露梁津 露梁津是什麼 值得的 吃蟹 嘩 吃蟹 正 現在我們去搭首爾的地下鐵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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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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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魚市場 一點都不小 這個像那些魚欄批發 那邊就是新式的街市 那邊就是傳統的舊式街市 也是旁邊的 這裏的感覺都很像築地 就闊落了築地 而且我覺得地上比較光爽 但是感覺上都是做遊客生意的 你一走過就金針掛地看著你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說是133號 133號 我們現在去找一間去吃開的 132 133號 這間的老婆上次吃過的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家裡吃 嘩 好大隻 嘩 好大隻 嘩 好大 嘩 嘩 好大 嘩 嘩 好大 嘩 好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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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拍照 我們拍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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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嘩 嘩 好 謝謝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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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吃了這個山魷魚 炸開 和筆開到沒有分別 嘩 吃完蟹之後就把蟹蓋放進厨廁 然後就加一些炒飯 那就是變成蟹糕炒飯 試試看 好吃 我已經吃完蟹仔了 好滿足這餐 只不過是用了十一萬五千瓦 也不用一千元 有蟹 好吃 真的好吃 不用港幣一千元 可能八百多九百元 還包括炒飯 好飽 現在就說要去散步 什麼公園 哪裏散步 藍治島 不是呀 魚二島 魚二島 魚二島散步 我看這些是魚二島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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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公園有一個賣點 就是一個超大的水池 給小朋友放電 這裏公園有一個很特別的食物 可以即場製作公仔麵 上面會放水 下面會放水 然後就要自己滾一下 因為石子燈是跟給你的 做好了 上帳子啊 這裏不叫風味呢 嗯 好嗎 好 好 今天的行程 大致上已經完滿結束了 現在又回首爾站 我老婆又要買東西 她在這裏 好 明天就搭飛機回香港 不知道明天我上不上飛機呢 好 好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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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呢 1點鐘 我真的要上飛機 好緊張 現在呢 只要等多1個小時 多一點 等到3點鐘 如果3點都不行 其實下班都沒有什麼希望 我真的要明天8點到時 緊張死我 終於上飛機了 不過 想不到3點鐘 那班有10個位置 好緊張 所以呢 我就很成功上飛機 現在呢 就要 去閘口了 唉 其實這些10路呢 真的很考戰術 下次呢 試這些10路 一定一定一定 不會選連續公眾假期 好難上飛機 再一次 你一定會選擇 這個11點鐘 你可以選擇 隨便 你 是 在 隨便 是 你 你 我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